这是声南G3M8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款真诚电动的车型 然后对于真诚电动很多人都在说 真诚电动的车型在有电的时候驾驶感到非常不错 并且它的油耗也非常低 但是没电的时候 它的发动机的油耗会不会特别高呢 官方给出了数据 这款声南G3M8亏电时的油耗为百公里6.7升 然后它的这一台1.5气的南京HE真诚专用的发动机 据说一升油可以发3.63度电 但目前我身旁的这款声南G3M8是处于一个完全亏电的动革之下 接下来我们来试试一下 亏电时的油耗表现究竟为多少 走走 OK咱们现在行驶到驾驶站 把这一款声南G3M8给它加满油贴上方条 然后从起点这个驾驶站行驶到终点的驾驶站 再给它加满油 这样就可以算出咱们这一段路程当中所用的油量 实际的去算出它的亏电时的油耗表现究竟是怎么样的 这一节是做一款增程电动的SUV 在亏电时的整体的动力的表现 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 因为这一款1.5气的南京增程专用的发动机 我觉得它整体的发电的功率的调教应该是特别大的 因为我们现在全程都是一个亏电状况之下 无论是极加速或者是电门全开的动力完全爆发 都不会感受到任何动力不足的这个现象 所以我觉得在强柱自驾过程当中 哪怕咱们的电池是一点电量都没有 它的增程器发出的电量 还是可以完全覆盖咱们行驶的任何的空框 OK抵达终点的驾驶站 那接下来咱们在这个驾驶站再把油加满 看一下本段路程实际的油耗究竟怎么样 刚刚在驾驶站加油 我们总共加的油量是2.7升 然后算上我们行驶70公里 然后一除的话可以算出 我们这一段路程亏电时的百公里的油耗为3.85升 官方的数据是6.7升 我们实际能够跑到3.85升 这不是严重的反向虚标它亏电油耗吗 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这款圣诞G38 它能够跑到如此低的亏电的油耗 还得是它的这款1.5T的增程发动机 我觉得它调教真的还是特别聪明 它能够把它的热效率发挥到极致 同时它整体的发电的效率是特别高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行驶路况 其实涵盖的总队还比较多的 有重庆的堵车的路况 还有一些环线的快速路 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翻了好几座山 有上坡还有下坡 这款圣诞G38它在下坡的时候 都能回收去回收的电量是特别多的 所以重要的数据 我们今天行驶路况真的是特别复杂 而且是完全贴合咱们实际的使用层面出发的 那么这款圣诞G38 它能够跑出如此出色的亏点手游 真的还是相当的优秀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